你們的人生都會擁有像海一樣大的空檔 所以只要你們好好的把握 你們都可以成為那個投出關鍵一級的那個key man 為什麼會是我們四個呢 就是我們四個的共同點都是我們非常熱愛籃球 就跟你們一樣 可是我們四個人走的方向跟走的路是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是The WSB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SBL的女生 我是職業隊的選手這樣 然後我以前也是從國中 就是家裡反對然後打球 最後就是自己靠著自己熱愛籃球的熱誠 然後一路這樣升上高中就打HBL 然後打UBA 打到WSBL 然後去年我有去大陸打球 然後今年回來 然後是因為受傷才有辦法在這邊就是跟大家相遇這樣 然後這是我就是我比較算傳統就是大家認知的 職業選手的生涯這樣一路以籃球為中心這樣一路發展上來這樣 我是本來在大陸讀書然後國中的時候就很喜歡打球 然後我一直以來的讀書的目標就是去國外讀大學 然後我就是朝那個目標前進 但是同時也很喜歡打球 所以我高中的時候就有機會去國外的高中 美國的高中讀書然後也可以打球 然後現在我是在NCAA 大家知道 美國大學的農事的三級的學校 就是有點像一般生的學校打球隊 然後也讀機械工程 那是我的專長科系吧 對所以我就是目標就是從想要去國外讀大學 然後也有機會在那同時打學校的球隊 我從小到大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職業球員 但我爸不讓我打球 因為他的觀念就是覺得打球輸就讀不好 就覺得會打球的人不會讀書這樣 我其實國中那時候每次遇到球隊的教練 球隊的教練都會問我要不要去練 就說我們需要你這樣 可是我就說沒辦法 我就一直想要做給我爸看說 其實讀書跟打球他是可以兼顧的 只是看你怎麼樣去安排你的時間而已 那時候我其實也有去考HBL甲族的學校 然後也有通過 但是我就沒有去讀 我就選擇遺囑的學校就讀 籃球就是我一個這輩子最愛的運動 那生活其實離不開籃球 所以就這樣子一直打從遺囑 然後打到UBA的 我們那時候學校是甲二級 然後再一直打到現在的社會甲族球隊 然後其實雖然沒有走上 職業這一條路 但我一直把籃球當成是我的最愛 其實也從來沒有想過 可以代表台灣去國外參加訓練營 或者是代表台灣去跟國外世界第一 世界第二的選手 站在同一個舞台上打籃球比賽 我其實一直念的是設計系 我從小國中開始就是一路畫畫念設計 那在工作之後兩年做設計 我就想說這其實不是我要的 我想說我去試試看 我真正喜歡做的可能是運動 我就踏入了運動行銷這個行業 你們無憂無慮的打球 那我們就在後面支撐你們的 就是幫助你們支撐你們打球的這些人 然後我們像我們四個 你看我們四個每個人都不同的路 一個是國外念書跟打球 一個是家族一路打到中華隊 那這個是移族一路上來 打到射甲四連霸冠軍 就是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路 但是其實我們都是為了籃球 這個運動在努力這樣 這是我們這一次主要想要傳達給大家的理念 你要把自己放在一個位置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選擇 這樣才會有像海一樣大的空檔 好嗎